唐二婶做梦都想生个儿子 可一连六胎都是女儿 眼下大女儿都谈婚论嫁了 母亲还盼着下一胎生个儿子 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为了生出儿子来 各种天方他都试了个变 把丈夫老唐可折腾坏了 他也希望媳妇这次能生个儿子 倒不是重男轻女 而且家里孩子实在太多了 每天出门干活 身后都跟着一排孩子 把他实在累得够呛 老唐是个知识分子 专门研究庄稼增产 他正在为实验发愁 什么时候才能生出来呢 别急 就这几天了 唐二婶以为再说孩子 就怕跟上几回一样 这回可别再死了啊 这话可让吓坏了唐二婶 孩子还没生出来 就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原来是闹了个误会 老唐说的是田里的庄稼 两夫妻半嘴的功夫 唐二婶突然要生了 一家人赶紧把他送去医院 老唐家生孩子可是个大事 最着急的就是村委会的田大妈 她是负责计划生育工作 如果唐二婶这胎还是女儿 那还不知道要折腾到什么时候 不一会朝地就垂头丧气走出产房 不用说这次又是个女儿 孩子 你怎么刚生完就自个下床啊 哎呀 大妈 那是我呀 那是谁呀 是我妈 唐二婶正在生气 这倒霉的医院 姓生女的 田大妈特意赶来医院 给唐二婶做思想工作 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 以前的就观念改改改 可唐二婶说什么都要生儿子 眼看唐二婶的工作做不通 村里开展计划生育也很不顺利 咱们村里那个尖子还没来呢 他养了六个闺女 咱们家只有两个 你怕什么呀 走吧 所以攻克唐二婶成了当务之急 继生委的老莫夸下海口 说一定能啃下这块硬骨头 这是这工作可没那么容易做 唐二婶的观念根深蒂固 认为生儿子才能传宗接代 只顾着生根本故不上养 几个孩子在家闹个不停 只能靠大女儿招地帮忙照顾 可怜她年纪轻轻 又要当姐姐就要当妈 这边尿布还没洗干净 锅里的面又快坨了 顾着锅里孩子又开始哭了 招地又得去哄妹妹 一个不留神 梦蒂丸的一身泥回来 正头疼是家里来人了 正是继生委的老莫 他们是来做唐二婶的工作 可是唐二婶一副软婴不吃的样子 老莫一眼就看见了梦蒂 小姑娘胖乎乎的 扎着两个小辫子 可爱得像个年画娃娃 她是出了名的女儿奴 天天盼着老婆给她生的女儿 还提前买好了洋娃娃 可是天不遂人怨 老婆生了两个都是大胖小子 每次看见两个儿子光溜溜的脑袋 她都会幻想着 这要是两个女儿该有多好 可以围着自己撒娇叫爸爸 所以特别羡慕唐二婶 她拿出一达文件念给女人听 眼看讲道理讲不通 老莫只能和她讲法律 就连继生伟的领导 见到唐二婶都得吃扁 这真是秀才遇到兵友里说不清 可这就苦了大女儿朝地 她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 和对象也谈了快三年了 因为家里的问题 结婚的是一拖再拖 她一直不敢结婚 就是怕自己嫁出去了 家里的妹妹们没人照顾 晚上老唐忙完工作 跑去床边给孩子们盖被子 却发现老四孟蒂不见了 这下可出大事了 唐二婶连忙招呼大伙 赶紧帮忙去找孟蒂 到了水唐边只看见女儿的玩具 孩子不见踪影 唐二婶快急死 以为孩子掉进池塘里了 男人们都下去捞 这十天大妈抱着孩子过来 原来这孩子完累了 在树底下睡着了 须经一场大活总算松了口气 孟蒂的话更加坚定了她的决心 唐二婶坚信下一胎一定是男孩 这天老唐要去县里学习种植技术 但是唐二婶却不让她去 说什么都要她在家带孩子 赵帝看不下去了 想要帮父亲照顾 可是赵帝一会儿还要上班 背着孩子去不像样 赵帝想劝劝妈 不要再生了 现在这个家都乱套了 为了照顾六个孩子 家里都快接不开锅了 当妈的还一个劲要生 母女俩吵了一架 气得唐二婶把女儿赶了出去 心情郁闷的赵帝找到男友 哭诉起家里的事 还是男友给她出了个主意 两人一拍即合 赵帝故意回家找到母亲 唐敲侧击暗示 可是唐二婶不这么想 她觉得女儿再多 等以后嫁人了都得走 只有儿子才能给自己养老送终 妈 你别这么说 我们都轮流来伺候你 唐二婶叹了口气 那女孩子不嫁人的 女孩子就一定要嫁人吗 急得赵帝跟母亲当场保证 只要母亲以后不再要儿子 她就保证自己一辈子不嫁人 以后自己给父母养老送终 这话把窗外偷听的男友吓得不轻 赵帝赶紧去追 男友坐在河边生闷气 赵帝连忙解释给她听 可是男友根本不听解释 气呼呼就走了 赵帝没办法只能找到男友家 没想到她的父母 正是田大妈一家 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田大妈 这下解决唐二婶的事 不仅关系到计划生育 更关系到儿子的终生幸福 次日男友的姐姐就找到赵帝 给她出了个主意 如果让弟弟入赘到唐家 既解决了眼下的问题 也能圆了唐二婶的梦 到时候小夫妻生了儿子 让他跟着赵帝信 唐家的香火就不会断了 这确实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晚上赵帝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 谁会那么傻 让儿子到这儿来干家 就说大妈思想开通 可吴宝也未必愿意 不愿意 丈母娘激动地抱着女婿 为了和心爱的姑娘在一起 吴宝主动提出 愿意做唐家的上门女婿 这样一来 唐二婶也不再想着生儿子 毕竟有了现成的儿子 到时候小两口再生个大胖孙子 唐家的香火不愁断了 唐二婶不生了 这好消息一下子传开了 田大妈笑得合不拢嘴 老唐也轻松多了 终于有空去田里干活了 唐二婶一改往日的固执 主动支持丈夫的事业 把几个孩子送去托儿所 好让老唐专心做研究 他又找到正在干活的田大妈 保证会配合他开展计划生育 田大妈惊讶于唐二婶的变化 可她不知道儿子要做上门女婿 还和丈夫美滋滋准备婚房 另一边的老唐家也是一样 直到这天唐二婶去找田大妈 才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她以为是亲家骗了自己 气得跑回了家 原来儿子吴宝要出差一天 想着等回来了再和家里人说 可是就这一天的功夫 事情就出了岔子 乍一听到这消息 田大妈还是有些没法接受 心里的两个小人忍不住打起家 一边是国家大事 一边是自己儿子 田大妈最终还是想通了 可是另一边的唐二婶想不通了 她越想越起 觉得一定是亲家为了骗自己 完成计划生育的指标 嘴上答应着做上门女婿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这时外面一阵敲锣打鼓 是乡里乡亲来祝贺 田大妈也跟在后面来了 她这次是来和唐二婶解释清楚的 虽然自己很舍不得儿子 但是现在是新社会了 讲求男女平等 男的可以娶媳妇 女的就不能娶丈夫吗 既然儿子自己都愿意 当妈的怎么能反对 田大妈的话 让唐二婶感动不已 她也意识到了 自己之前的错误 田大妈将儿子叫了进来 其实要说舍不得 那是肯定的 毕竟就这一个儿子 田大妈多多少少有点伤心 但只要小两口以后能幸福 就是对她最大的安慰 现在社会的我们 可能没法理解当时的想法 尤其是经历过独生子女时代之后 很多人已经改变了重男轻女的思想 在儿女这件事情上 绝大多数的家庭也不再强求 而是顺其自然 那时候的人常说养儿防老 但我觉得子女孝顺才是最关键的 趁着父母身体还健康 多关心关心他们 不要等到逝去才追回莫吉 不要等到逝去才追回莫吉